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箭頭的畫法 那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這個箭頭 它是有一個三角形跟一個矩形組成的 那三角形的一邊邊長是66 然後另外一邊的邊長是66 那它的內角呢是60度 代表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多邊形的指令來畫這三角形 多邊形 輸入數目3 Enter 然後我們按下邊 然後我們點一下 然後我們的邊長是66 Enter 那我們這個三角形就畫好了 那我們觀察一下這個矩形其實是在它的正中央 那它的長是32 它的寬是66 所以我們矩形 然後我們先在旁邊畫一下 小老鼠 小老鼠 豆點66 Enter 好 那我們先把它移動到它的下方 我們按移動 基準點 我們要按它的中間 中間這個點 然後呢 對起來 對起來它下面中間的點 好 這樣子移動完 那我們就按 拆鍵按一下 空白鍵按一下 然後我們把這中間的拆掉 那這個鍵頭就畫好了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你用線 在中間畫一條線 然後可以往左往右 各偏移16 然後再把它連起來 然後再刪除多餘的 這個鍵頭也可以畫完 什麼 ok 就是